而在宜蘭市近世路的宜蘭社区大学友善耕作的农场 讲究的是不用农药,不使用化学肥料的耕作方式 学员们利用自己的时间学习如何用最健康的方式来种菜 而且还一时兴起,合力搭盖了一间竹屋 弄了一个可以煮竹筒饭,烤地瓜的火糖,相当的特别 这一块约800坪的农场种了许多菜类 平时学员就像这样施肥,照料,耕作 在这里是完全不用农药,不用化学肥料,不用任何塑胶资材 完全不假机器之手,用最健康的方法种菜 农场的主人是宜蘭社区大学友善耕作农场的学员 有来自金融保险业,大学教授,家庭主妇,退休公教人员 平均年龄在55岁左右,他们在工作之余 投入友善耕作行列,学习健康种植,健康饮食 所以我在整的时候,现在苏洁做的一个是 它就没有核药油,没有用化学品,也没有那种 也没有种植草剂,在种植草剂,糖都放在里面 糖都放在里面就对了 饮食跟农业这样的教育呢,会变成是这个社会 在谈环境问题,在谈永续生活的时候所不能回避的一个课题 那刚好我们这个农园整个成立到现在我们的走向还有精神 就是在希望能够摸索出一个永续生活的一种模式 因为越做越有心得,学员还一时兴起搭盖了一间竹屋 从竹子购买,打机桩,架梁柱 批竹所有工作,每一根每一片都轻力轻微 而且另外还弄了一个火塘 工作累了就聚在一起烧水,泡茶,烤地瓜,煮竹筒饭 是学员们的秘密基地 搭建这样的竹屋是不是叫什么技巧啊 嗯,需要,因为竹子的施工方式跟一般的木头的建材很不一样 它的结构方式不能打钉子 不能打钉子 对 所以怎么把它牢固起来 最主要就是学那个基本的水平跟垂直的测量嘛 然后还有就是绑铁丝的技法 其实这也是大家一边在竹屋一边发展出来的一种乐趣 就很自然大家就玩起舞 就觉得一个屋子里面有一个火塘 就是它就好像有了生命 嗯,我们会用农园里面的生产 就是蔬菜汤啊,地瓜汤啊 然后再来就是用我们盖房子剩下的那些竹子来做竹筒饭 有上耕作的收成,竹屋的落成 是学员们的初体验 经营出来的不是新台币 而是满满的成就感 一旦新闻记者洪竹看成不到 有上尝 有上尝 它好像显然显然 显然 有上尝 屋 帅